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开箱的就是 SL2S 的 Reporter 那讲一讲这个SL的系列 这个SL系列呢 跟传统的M机的设计是不同的 传统的M机可能四四方方 这样很有style的 玩型格的路线 而SL系列呢 它是着重在摄影师的角度去出发的 譬如说大家看到 它的握手位置 很好握手的 配搭不同的镜头 或者有些重一点的镜头的时候 容易发力的 那 还有呢就是 影像质素啊 输出的影像呢 的要求去配搭 那 这部机呢 是一个无反的设计 内存呢 有4GB的容量的 你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流畅性呢 更加高了 SL系列呢 是可以配搭 很多不同的镜头的 那 譬如说 L-Mount大联盟 其中就包括了 SL的镜头 所以呢 可以使用的镜群呢 是非常多 还有一个东西呢 这部机呢 是这个IP54的 IP54是什么呢 一个防水防尘的标准来的 就是说呢 有5级的防尘 和4级的防水的 那一般的情况呢 譬如说下雨啊 下雪啊 一些很大灰尘的环境呢 那他也是应付得有余的 这件事 还有一点点题外话 在2019年呢 有一个战地记者呢 就是用了SL的系列 那时候他是用SL1的 有炸弹呢 在他附近呢 爆炸啦 有碎片呢 飞向他的头部啦 那幸好呢 当时呢 他就是拿着相机啦 那相机和镜头呢 就阻挡了所有那些威力啦 那相机呢 虽然呢 就烂了啦 镜头的玻璃都破烂了啦 那但是呢 就補回一条命啦 那我摄影师呢 只是面部呢 有一些 腫了啦 还有呢 有一些皮外伤而已 那很快呢 就出了院啦 那类似的情形呢 也都在其他品牌的相机呢 是发生过的 不过可惜呢 就是 子弹呢 射穿了个相机啦 那你就直接写了 到摄影师那裡 那摄影师呢 那摄影师呢 就当场死亡了 当然啦 要看回当时的武器呢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小小的 参考来的而已 这部SL2S的报告呢 是唯一一部呢 SL系列里面的报告来的 它跟普通的SL2S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机身啦 就用了个绿色图七啦 然后呢 就是要低调呢 有Like的字样 但是这个字一个黑了下去的而已 没有加添任何的颜色的 还有呢 就是个Local呢 就是没有了的 那更加低调啦 而后面方面呢 都是大致上一样的 按键位置呢 普通版呢 是银色的 这个位置 下面这里都是的 普通版呢 是银色的 而这个呢 就是黑色的 更加低调啦 那在表面看呢 这些机身纤维物质呢 那好像有一个 普通的纤维那样啦 那其实呢 它是有名堂的喔 这个物质呢 叫做Cevilla 那这个Cevilla呢 是主要是用在什么呢 航天啦 军事啦 或者一些极端的环境的 那它是很耐磨 很耐用的 那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呢 那我之前在QE Reporter 也有跟大家提及过的了 那就是这个物质呢 那就是这个物质呢 当你受到UV的照射之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它会变色的 它会变了呢 好像基顶的颜色那样 是少少绿色的 那样很整体化啦 那这个绿色呢 那这个绿色呢 就形成了一个保护色啦 那在野外啊 树林的时候呢 就不是很容易被人发现了 Lyka的reporter呢 其实就出过 算了这部呢 就有三部的 第一部呢 就是M10P的reporter啦 接着出了QE的reporter啦 那这个SL2S的reporter呢 就是第三部出的 那在我自己个人的感官来说呢 我觉得这一部机呢 是最配这个reporter的名字的 那因为呢 是为了摄影师而设 相机呢 都是就着摄影师的操控 和影像质素呢 为一个考虑的 那所以呢 各方面呢 都是很好啦 那譬如说说说回它的 SPEC方面啦 这部SL2S的系列呢 它虽然的像素不高 只有2400万像而已 但是呢 它的dynamic range呢 就很阔的 它可以在night room啊 或者其他的软件呢 的调教之下呢 可以出一些细节出来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 2400万像呢 已经是很够用的了 那还有呢 就拍摄影片方面了 除了普通的格式之外呢 还可以用呢 专业的lock的格式 专业lock的格式呢 其实如果是不熟的朋友呢 没有拍开影片的呢 可能不认知这个是什么来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即是等于影片里面的DNG 即是wall file 那它在宽容度方面呢 是会高很多啦 细节呢 也都是看到多很多的 那影片呢 可以做到是4K啦 60张的 那还有呢 HDMI的输出啦 那对于日常用呢 是非常方便啦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电子观景器呢 是有576万像的 那细致度呢 就非常高 除了这样东西呢 就是流畅性方面了 它是有每秒120张的刷新率的 至于sensor方面呢 是用这个背照式的sensor的 那这个优点呢 就是在低光的环境呢 那这个表现呢 是非常好啊 那如果是配上拉卡的大光圈呢 在低光的环境呢 绝对是没得输的 那说了这么多啦 不如我们现在去欣赏一下 到底这部SL2S 拍出来的相片 和影片的效果会是怎样 不omed观点 那里的团楼 在一achu ksam点 即是 这部门 的队段 应该叫我 楼子 哪个队段 那里的公仔 这部门 的浪费 有充满 然后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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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